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22号宣布总统人选提名 确定采用征召制 目前呼声最高的侯友仪 罕见没有呵呵啊这代剂 而是改口要为国家这代剂 但人选不止一个 始终在等国民党一个办法的郭台铭 等到了征召二字会不会纳入名单 朱立伦没说死 据传郭台铭还没放弃 因为若是真的采取征召制 可同时为郭台铭党籍问题 和侯友仪落跑质疑解套 党本来就有责任 来为我们主要的候选人 排除障碍争取支持 一定会跟相关的主要候选人来接触 也是希望了解 大家目前还碰到的困难 郑昭智能不能成为 国民党2024的最终解方 得端看主席如何建招拆招 化解危机 华氏新闻 张正杰红七 特别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